不跟你说这么多是吧 是的 是的 原来那个床是不是也得坏 原来那床也得坏 也得坏 那是看你有哪一个 那一个价格 这不一样 这是系统团 你先看一下物件 你先去吧 这不就是方便 一人五六五 这手里的屋子 差不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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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手里 对 是吧 不是多铁装的 就是净铅装的 还有吗 这个铁装 嗯 屋子里的多远 都累 有点没有累 就是在这个火星上 是吧 我们早点有钱 嗯 哦 你看这个厂屋子 指甲也不累 嗯 那这也好是吧 嗯 哦 这个烧热是啥子是吧 哦 提瓶 哦 他给这提瓶 哦 哦 你看拿点这个指甲的东西也直走了 哦 那是特色的呀 或者卫生节 哦 这是卫生节 这个这儿呢 就是交那个定金 今天 嗯 定金呢 交了有5000块钱了 然后呢 目前第一步呢 就是砸墙 还有那个风窗 还有这个就是水电 嗯 这一块呢 人呢 都已经找好了 都定好了 明天呢 就把柜子啊 对对 还有瓷砖 这只大箱 还没定 在今天都拽了 我们看了很多家 就是一直在对比 然后 怎么看 是吧 现在流行的就是 像一个视频上的 一些那种 嗯 灰色的呀 就那种那种 这种砖 我们也对比的就是 像那个1米5的那个大砖啊 还有巴林的小砖啊 价格就差距挺大 嗯 你看说50亿块的那个小砖 也是大砖的话 都比123 就是这样子 就差不多的 也有便宜的 但是呢便宜的质量 它肯定是说 是不一样 嗯 但是主要现在这个工费也挺很贵的 对 今天工费也贵了 你看贴砖下来的话 就得2万多 像那个全无定制的那个衣柜 嗯 光柜子就如果说不带门的话 大概得 一定2万多 2万多 然后门的话 叫门就是 卫生间啊 厨房啊 这些下来得 1万块钱左右吧 嗯 也得1万多 1万多 因为我们之前预算的 跟现在就赚了 然后开始订了 像它不一样 嗯 本想它收完呢 就是能 嗯 嗯 住到里面 我现在看来啊 真的是住不到里面 就是住不到里面 原来这几天呢 和我们也是累会了 嗯 早上呢 就是 起床以后吃了早饭 就开始 出发了 就转 啊一直到下午 看见装修币 买房子还费事了 是啊 就是想的简单 其实做起来是挺复杂的 我们呢也是选择饭包 然后呢自己选一些材料 找那个工人师傅呢来做 嗯 像这个板材啥子 你得花饱对不对 必定有小孩子嘛 嗯 然后早一点 还是早一点做好 痛风 痛 时间长一点 嗯 过了两天呢 准备开架 就是已经开工了 对吧 咱们又不搞什么仪式了 烂七八糟的 没有用的 嗯 然后呢就 能省得省了 就开始涨了 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来说 我们俩合得 就是节奖了 或者说怎么样了 嗯 钱不舍得花了 其实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 真的是能把 钱拿出来 你现在装修的时候又没钱 是吧 也不行 也不是个小时候 对啊 好